曹先生可以了 曹先生 曹先生 到你了 你好 有什麼指教 分享一下 昨天我也有去D-Day3 你去哪一個站 我和你的站 你也是北角 我也見到你 我想分享一下 之前也聽到很多人說過 其實這次 其實這是一個佔中的商討日 大家都有目標 即是Agena就是佔中 你出這三個方案 我就覺得很合理 現在不是全民去選一個什麼方案 現在不是 但是跟著電子公投那個 就好像形式像全民去選 但電子公投 我覺得它是拿認受 我自己理解 是的 我去拿市民的認受 因為如果你去佔中 應該是怎樣 都是少數人 你有市民的認受 其實我覺得現在出了三個方案 但是有很多 可能有很多團體 有很多問題 其實如果你在大圍來看 其實是否應該 這三個方案 接受的黨也好 團體也好 應該大力去推動市民去投票 所以有些策略上的考慮 就是會覺得 如果這個光譜是闊一點 便容易去叫多些人投票 因為現在可能 有些所謂溫毛派 或者接受妥協的人 會覺得你只有一個選擇 全部都是這個公民提名 我都不贊成 去到那麼盡公民提名 我怎麼出來投票 但是我們其實想想 真普聯裡面的成員 已經是很廣泛的民主派代表 是啊 所以我不是想到一個辦法 如果你們大家都去推動的話 你真普聯裡面 其實已經包羅了很大 所以我剛才建議 其實現在這個 善重家都不用這麼勞氣 現在亡人寶怒 應該叫所有參加了真普選聯盟的政黨 因為實際上他們也有影響 因為他們唯一是可以投票的 我們有這個議員 所以我覺得挑爺你 就全力去推動這個所謂三鬼制 推動自己的方案 你提出這個問題 22日究竟有沒有人來投票 其實是給所有政黨知道 會支持這三個方案 他就叫所有支持的人去授權 那你誰出都可能是一個真普選的方向 其實他又不用分哪一個贏哪一個輸 但是 這個就是我的看法 但是民主黨的反應正正不是這樣 民主黨的反應是要追究 那就是自己找自己的份 然後追究完之後目的是什麼呢 你2020年都有民主黨成員 有 有沒有 當然有 李永達 是的 李永達 你不可以這樣說別人 是的 你不可以這樣說別人 你覺得對 李永達在這裏打工 他為什麼理論上都贊成2020 還是打工 是的 其實錯衷複雜 如果你這麼多民主派 你怎樣算都算不清楚 所以你不要只賴人 對 不如大家向前看 如果大家一起推動的話 大家都是想叫多些人出來投票 即6月22日 那就不用說哪一個黨派了 因為你其實真普亂已經包含了 你說得對 那你就叫人投票 投到哪一個都好 根本現在套用政府那句目標十分清晰 清晰就是你是怎樣動員群眾 去多些授權 令到運動壯大 其實這樣還可以 如果真是一個合作 如果大家一起去推動 其實這樣才能得到最大的認受性 我們不用看其他方案 那些人沒有人投 因為你佔中就已經很明確一個方向 他不投他們 因為我們去商討的時候 他都有九個因素 其實我一直看的因素 其實很老實 佔中已經是有目標的了 那你出了這九個因素 我自己也好 我家人也好 都是大家去談的時候 都很覺得 這九個因素 你選擇來選擇 你都會選擇 就是這三個方案 只要你支持真正民主 多數都會選擇這些方案 曹先生 我想問你 我們剛才就問了陳傑文 現在三個方案都有公民提名的元素 如果一旦政府可能會在今年的下半年 出的方案是沒有公民提名的元素的 那是不是佔中佔硬的呢 陳傑文的書法是有保留的 他說要看一下 那他的方案 如果是完全不符合國際標準的話 那當然是佔中 如果是符合國際標準 但是沒有公民提名元素 就要再投一次 你贊不贊成這種做法 我這樣看 我覺得現在這個政治的運動 其實我覺得我自己看 我也很感謝他幾個人 很努力的 我覺得這件事是值得去表揚的 但是其實我們真的不知道 將來發生什麼事 現在是一個角力 因為角力之後大家都會有條件 那你不拿硬一點 那你沒有條件角力 那你覺得 你現在說一定要這樣做 或者是否要再投兩次三次四次 在消磨自己的鬥志 你覺得會嗎 我意思是說 你如果現在去討論這個問題 就不要談 當然不談 你現在先搞大個勢 你先搞大個力量 你才可以談後面那些 好 多謝你先 曹先生 剛才都說得對的 因為你有力量的時候 我都覺得是 譬如清智湯華 即是溫和派 其實都不應該同一個劃清界線 因為為什麼呢 政治的東西 可能到最後 就是兩個極端之後 就走回中間 會的 可能溫和派你是得益者 所以搞大個運動 其實對你未必是沒有理 你覺得對 我也是這樣解釋 政治的東西就是這樣 好